大家好,我是Den 韩国一名有着72万订阅的人气YouTubePayPayTube 在餐厅用自己的头发骗吃了两次霸王餐的事件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而这些诈骗行为通通被CCTV给拍下来了 根据KBS新闻报道 这位女网红与自己的母亲以及穿着俊夫的弟弟 在穿穿的一个汉堡店用餐 然后在吃到一半左右的时候 这位女网红突然伸手到旁边的椅子 拿了一根头发后 放在桌上的餐巾纸上了 过不久 这位女网红与弟弟先离开了餐厅 然后剩下的母亲 就将那根头发拿给店员看后表示 汉堡里出现了头发 并要求全额退款后离开了 当天的那位店员表示 因为客人的心情非常不好 说自己的女儿因为太恶心去厕所捂吐了 并要求全额退款了 而最让人惊讶的是 这不是第一次 就在一个月前也是在这家汉堡店 这位网红吃完汉堡后说汉堡里有头发 而要求重新再给一份新的汉堡了 餐厅老板在确认CCTV后 才知道自己是被骗了 目前警方已涉嫌诈骗 对这位女网红展开调查了 而因为这位女网红 是有着72万订阅的人气YouTuber 所以就更加引起了网路上的争议 然后在14号晚上 女网红在IG上传了立场文 因为突发的事情有点惊慌 现在才发文解释真的很抱歉 目前我正在确认今天KBS报道的内容 我在这个报道之前 没有收到任何联络 直到今天下午为止 也没发现到这件事情 因为这种突发的事情 实在没办法 所以关掉了我所有SNS的留言区 我会尽快确认整理一下后 发表立场文的 不好意思给大家造成了困扰 到底是要确认什么 就好像是跟自己无关 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在说话 造成困扰的不是你的观众 而是那个受害餐厅的老板吧 家人三个人跟一个团队一样的行动 真的是受到打击了 一般这样的话 最起码会有一个人阻止吧 如果我是79万YouTuber的话 会特别小心的 真的是无法理解 去看了一下YouTube吓了一跳 十八克克克 百分之九十九的订阅者 应该都是难得吧 弄脏了眼睛 不过在这里我们能知道一件事情 这家餐厅应该是非常好吃 都能让他去吃两次的霸王餐 其实说实话 今天女士吃饭没钱就算了 但是千万别害了人家 砸了人家的生意 你可能以为就一根头发没什么 但是就那一根小小的头发 可能就能决定了这个餐厅的命运 知道了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出道十周年的EXID 8月13号为了迎接出道十周年 EXID成员五个人 透过直播久违的合体 与粉丝们见面了 当天成员们除了聊天叙咎之外 也为粉丝们跳了 《We Are It》和唱了《梅芳》等 送给粉丝们特别的回忆 然后在当天直播的时候 还公开了一小段新曲 对此成员们表示 这是为了感谢粉丝们准备的Fan Song 并预购了不久之后会发表新曲的消息 哇真的好期待 就等待这一天了 看他们一起聊天唱歌的样子就很催泪 真的很谢谢 我会一辈子做EXID粉丝的 让我们一起来等待EXID的新曲吧 煮一下 天哪 入一世 疯 一新失明 我们先去的戀眼 为什么 我们开短眼 一个 确实 融